发现身上居然光溜溜的 吓得他赶紧随便拿一副盖着 可再看下周围 他却发现自己变得无比迷你 这是给我的孤寡礼物吗 邻居客男听说小美失踪 就急匆匆的出门寻找 他看见山洞里的红衣 想到昨天小美穿的就是这件 阿南对是慌 就在他大声呼唤小美时 到底在哪 随着声音来源 阿南低头看见了拼命蹦跆的小美 居然这么想 我这怕不是在做梦吗 眼看小美叫晕倒 阿南赶紧伸手将它拖住 然后揣进口袋领回了家 他把小美放在床上 嘱咐他不要到处跑 可是人有三级 看着小美扭扭捏捏的劲 阿南突然不知难了 他打开窗户 窗台上有个枯萎的盆栽 正好可以当做厕所 解决了生理问题 小美只觉得浑身舒畅 阿南提出要送他回家 但小美怕父母看见他这样伤心 决心便会原样再回去 于是就先给家人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去了东京电舞 让他们不要担心 风行大发雷霆 把小美震得摔了个跟头 他急忙想要挂掉电话 奈何人太小 按不动按钮 只能站上去硬着 结果脚下一滑 又摔了个大碗胖 忙出一身的汗 小美赶紧泡了个澡 这碗不大不小 正好合适 随后阿南拿出纸巾盒 把里面全部掏空 叠好毛巾后 扑了进去 再加上枕头床单 以后这就是小美的窝居了 在花盆里上厕所 用饭碗当浴缸 只需要一个纸巾盒 小美救了席梦思大床 要是哪天想出门 就让阿南把她装进口袋 这免费的人行坐驾 用了的人都说好 而且身体变小后 食物都比平时大了不少 小美开心极了 但阿南却很担心 都已经一个星期了 小美丝毫没有复原的迹象 恰好这天打雷下雨 阿南突然想到 小美变小那天 也是同样的天气 或许再经历一次 她就能恢复原样吗 阿南立马带小美来到山洞 可她刚准备走 小美就说自己害怕 没办法 阿南只好在洞口睡了一夜 结果第二天醒来 小美没有恢复不说 她自己好像也感冒了 才刚一进门 阿南就倒在了地上 小美爬出来 探了探她的额头 阿南强称着走回房间 这时小美想起来要脱窗 可她力气太小了 根本掰不开冰箱门 努力了半天后 她艰难的走回房间 阿南伸手将她捞上床 阿南伸手擦干她的眼泪 你只要在这儿就行了 小美的心情顿时有些微妙 趁着阿南睡熟 她打开自己的拨口 接着站上手机 用脚敲下自己的心情 经过一夜的休息 阿南总算恢复了健康 可她转过头 却发现小美不见了 原来她正趴在手机上熟水 阿南伸手拨开小美的头发 随后便独自去了学校 等到晚上回到家 小美从鼻桶后跑了出来 她不知道哪里找到块花布 喜欢的不得了 便拜托阿南给她做个裙子 小美在花布上躺好 阿南就小心翼翼地 给她描绘出轮廓 接着她拿起剪刀 将不按形状进行裁剪 随后用针线缝合 好不容易都整完了 小美迫不及待就要驶穿 可挣扎了半天 却发现头都伸不出来 简直太失败了 这时小美突然想到 她的房间里还有娃娃的衣服 于是第二天一早 就背上大妈带 准备去剪刀 她一路小跑到窗海边 费力子拉开窗 接着顺着缝隙纵身一跃 此时小美看到有人经过 就赶紧跑到花盆后藏区 万幸没有被发现 她飞快地溜进家门 可没想到 台阶竟成了唯一的阻碍 好不容易爬到房间 小美立马飞奔想收纳 她一把掀开盖子 里面是她的芭比娃娃 好多漂亮的裙子 小美一件件拿出来 很快就打包了满满一袋 可她好不容易回去 门铃突然响了 小美躲在桌角后 只看见一个女人 推开窗户溜了家 看她捏手捏脚的样子 小美立马意识 这就是个小偷 趁她到处翻箱倒柜 小美赶紧偷偷爬上楼 来到桌子上 立马奔上手机 开始给阿南编辑短信 可在钢鞋一半 小偷就来了二楼 这下关不了那么多了 小美直接按下发送 然后转身装成是手办 小偷觉得有些奇怪 便想凑近看看 可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 接到电话 小偷跑下了楼 小美一听 居然还有同伙 她赶紧走到音箱前 然后按下开关 巨大的歌声吓了她一跳 同时也把两个小贼 吓得落荒而逃 收到信息的阿南一回家 就立马冲进房间 寻找小美 看见她安然无恙 阿南顿时松了口气 她伸手托起小美 感叹着她没事就好 小美也兴奋地告诉她 自己今天有多英勇 看她镜子前 开心地试起了新衣服 穿上芭蕾舞裙 小美来到了窗台上 看着七夕的月 她突然觉得有些孤独 小美忍不住转身 开始在月色下翩翩起舞 可她却不知道 此时阿南正温柔地盯着 爱情的种子悄悄发扬 而你是否依旧孤寡 单身的兄弟们 让我们干了这碗狗粮 阿萨祝尼